马老师在行业里没有什么想收购的公司吗 我觉得完全可以并购一下 如果有一个投行牵线的话 有一只那个叫效果文化 哈哈哈哈 叫一个推荐 马老师我觉得可以啊 这是正在攒钱的吗 效果怎么也得两千吧 哈哈哈哈 马老师干这个内容行业 内容行业里面的话 您是倾向于自己培养自个干 还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契机 这个时候 你就选择直接 并掉一家 或者其他的公司有这个属性的 然后在另外一个媒介领域里面去开花 都有啊 这种这种情况就整个行业里面 就每天都在发生 嗯 就是就是买了别人呢 买了以后 水土不服 整个不好 又拆开了呀 啊 你每天都在每天每天都在发 嗯 挺好 不用攒钱吗 老师可以借钱 刚才说了投行可以帮忙融资 借钱直接入手 我们去谈判我们还有优势 我嫌他们贵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但是同等价格我也愿意卖米茶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格局 哪里 天底下没有 没有做不成的交易 只有不一样的价格 哎 价格对的时候什么都可以 需要钱 你跟我说 我们一起买 哈哈 一起买 笑口 啊 不是 哈哈 哈哈